文观察者 网王世纯 AMN通讯社周三 沙特阿拉伯在纳基安省使用爱国者三型弹道导弹击落了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虽然拦截成功 但是弹片随后落入一片居民区 造成26人受伤 所幸无人受重伤 导弹碎片砸出来的坑图源 沙特媒体沙特联军 也就是恢复也门合法地位联盟部队发言人 土耳基玛利基上校特希尔莫勒基表示 这枚被拦截的弹道导弹是从也门萨达省发射的 随后沙特发射爱国者三导弹 而拦截了这枚来袭导弹 报道趁拦截后 弹片在居民区 造成23名其他居民受轻伤 其中11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玛利基上校在医院安慰受伤的沙特居民图源 海湾地区媒体Knowline沙特国家媒体发表的联合声名称 在沙特南部城市纳奇兰上空 被拦截的导弹造成两名儿童受伤 玛利基上校在医院安慰受伤的小女孩图源 海湾地区媒体Knowline玛利基上校还统计 那从15年也门战事以来 胡塞弹道导弹在沙特境内造成的伤亡情况 他说 胡塞武装已经向沙特王国发射了189枚弹道导弹 这些导弹共导致112名平民死亡 包括公民和乔 民 还有数百人受伤 不过上校没有指出 那些是弹道导弹的直接伤害 那些是间接伤害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袭击 还要追溯到两一战争期间 伊朗军队和伊拉克军队在8年里共发射了约500枚弹道导弹 这些弹道导弹大部分用来袭击城市居民点 不过胡塞武装的导弹打击目标一般都是利亚德国际机场 国王基地和沙特国有石油公司的炼油厂设施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最近几个月 加大了对沙特阿拉伯的导弹袭击 据统计 从8月26日以来 胡塞官方已经宣布发射了三枚弹道导弹 打击沙特的王国基地 迪百国际机场和沙特国民警卫队基地等设施 同时 胡塞武装还在不断改进 推出新型弹道导弹 以及更隐蔽的导弹发射架 一提高导弹打击成功率 沙特空军对于这些弹道导弹发射组的猎杀不是很成功 不过沙特爱国者三对于胡塞各型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拦截率的 只是使用爱国者三拦截弹道导弹很难避免弹片的二次伤害 胡塞武装的地下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图源 南方阵线沙特方面一直指责伊朗向胡塞武装提供弹道导弹 胡塞武装提供弹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